各位老爸老妈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们就来谈谈在这个防疫期间 如何做好这个口腔的保健 基本来说我把它归为两个 就是一个是在居家护理 一个就是专业护理 居家护理就是说老爸老妈在家里 该怎么做 专业护理呢 就是说如果到了厕所 那么还有什么东西 我们可以跟给老爸老妈做的 来确保说他的口腔 或者说他的这个口腔卫生 可以得到最好的一个照顾 就在这个居家护理来说呢 其实在前几期我们大致上 都已经稍微的有提到了一些东西 第一来说当然就是最重要的就是 正确的一些口腔卫生的一些护理 所谓正确的口腔护理呢 最重要的三个东西 第一就是刷牙 我必须再强调一些 有刷牙和刷好牙是两回事 OK 居家护理呢就是我们之前谈到的那几个东西 就是在家里应该要所做的一些正确的一个照顾了 正确的一些口腔卫生护理 主要的就是刷牙 刷牙刚才我说的就是要刷好牙 而不是只是有刷牙 因为我昨天才刚刚见到一个病人 我告诉他说 你刷牙必须一颗一颗好好的刷 他说是吗 怎么没有人告诉我 连我们家里买的牙刷都是特别大颗的 就是一直说可以几口牙 可以刷几下就可以把整口刷好了 我说不行啊 你必须要一颗一颗刷 他说是吗 在市面上有这样的牙刷吗 有小小个的牙刷吗 所以我说是有的 那么我就签他去找找看 所以其实在刷牙方面 记得要一颗一颗 慢慢一个一个表面 要好好的去刷 OK 第二来说用漱口药水 如果在家里头呢 至少早晚我会签老爸老妈 早晚都漱口 用漱口药水来漱口一次 如果说是在外头呢 至少说我们吃饱过后呢 有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漱口的一个动作 至少把口腔内的一些食物残渣可以把它给清理 OK 这是漱口 那么如果你在家里用了一个漱口药水呢 我会比较说建议说 用有孵化物的一种漱口药水 怎么说呢 因为第一来说它是含有可以杀菌的 OK 而且第二来说它也可以预防说这个牙菌斑 浮贴在我们牙子表面的一个问题 所以如果牙菌斑减少了 那么我们知道说我们的口腔问题呢 就是来自这个牙菌斑 所以如果牙菌斑能够减少的话 那么肯定的我们的口腔卫生就可以照顾的比较好 第三就是用牙线 牙线在之前我们也教过大家说 怎么要用牙线 牙线也有好几种 所以说牙线是非常重要的 在清理牙缝之间的一些污垢 所以如果我们的牙子贴得很近的时候呢 那么其实你用牙刷 你的刷毛是没有办法清理这个牙 牙缝之间的一个污垢 所以牙线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牙线一般来说我也是会风险说 大家是早晚一次 就是早上在家里吃饱了 如果说有时间就用牙线清理一次 回到家晚上的时候吃饱了 睡觉前再把它也清理多一次 在外头来说 一般病人就比较少带着牙线出门 不过如果说你的这个口腔的 这个牙缝是比较大的 那么没有办法 你可能就需要带一些小刷毛 或者说一些自卑的一些牙线 就每一餐过后都必须给清理好 那么你的口腔才会保护的 这个牙齿才能陪伴你到牢 OK 第二来说呢 就是我们要养成一个 经营的一些饮食习惯 OK 在这边我有声明做一个三餐 OK 因为在这个疫情 大家可能都待在家里 有事没事可能就会往冰箱里去 找找东西吃 这其实是对我们的口腔是 并不是这么好的 怎么说呢 等一下下一张图 我可能就会跟大家解释的更好一点 我们都知道说糖对我们的口腔 是一个对我们的牙齿 尤其是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凶手 OK 所以如果说可以的话呢 尽量少糖 吃东西的时候少糖 因为少糖那么这个细菌呢 就不会化解我们的糖内 再把它给这个变成一些酸液和毒素 再伤害我们的牙齿和我们的牙齿 如果你的食物呢 可以的话尽量是少粘性的 就是那个粘性不过是这么高的 比如说那些饼干啊 粘性很强的 那么就会造成说这个食物 残渣会粘在我们牙齿表面 当它粘得久的时候呢 当然肯定的 细菌就会在那边工作 就会把我们的牙齿也轻视 再造成一些蛀牙蛀冻 所以食物方面尽量选择一些比较少 那个粘性比较不高的 比如说一些水果啦 这些东西它都是比较不会粘的 硬度呢 就是它的坚硬度呢 尽量不要选择太硬的东西 我们常常跟病人说 你的牙齿其实是让你吃食物的 可是你必须要分得清楚什么是食物 因为有些病人 他是用牙齿来开这个水平的 这是不行的 所以你的牙齿并不是开水平盖那个气 所以不适合来用你来开水平 当然有些病人也喜欢用这个牙齿来咬这个冰块 这也是非常非常不对的 所以我们在乘所才会常常看到一些病人来找我们的时候 是牙齿分裂了 所以到最后卑鄙要给拔除掉 OK 所以牙齿也是不适合给你来咬骨头的 也不是来给你咬甘蔗的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太过坚硬 有些人喜欢吃螃蟹 然后也把螃蟹拿来咬 这也是不行的 所以如果说大家有避免少糖 少沾 少硬的一些食物的话呢 那么你的牙齿基本上是比较受保护的 OK 所以在这疫情的时候 希望大家在家里常常吃东西 刚才我说到的 尽量保持三餐 OK 就是早上午餐和晚餐 就不要在正餐中间不断的吃食物 待会等一下我再给大家做一些更详细的一些解释 在家里呢 当然现在像我们之前有谈到的 就是说在家里我们要养成一些口腔习惯 好的一些口腔习惯 比如说用正确的一些呼吸 OK 千万不要用口呼吸 因为口呼吸不但会影响我们口腔内的一些细菌的一些平衡 因为当我们口腔口常常打开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口会变得比较干操 如果大家有听我上上几期有谈到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 如果说你的唾液是比较少的 就是说如果你口水是比较少的话 那么你的牙齿是或者牙龈 其实是比较容易会蛀牙 或者说牙龈病的 所以正确的呼吸是用鼻子 如果你是把口张开的 其实你会知道说你的口腔其实是比较干操的 所以因为口腔比较干操 第一你的这个牙齿和这个牙龈其实容易比较发炎 第二来说因为口腔变干操的时候 那么它在这个口腔内的一个细菌的一个平衡点 其实就会不一样 在一个正常我们把嘴翻住的一个情况下 所以当它的细菌不一样的时候 它可能也会造成一些不良的细菌会变得比较多 所以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口呼吸不单只是说影响我们的这个口腔而已 它也影响其实我们整体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系统 因为口呼吸和鼻子呼吸所得到的一些氧气呢 其实对我们身体来说是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是用鼻子正确的呼吸的话 你的脑部你的身体其实获得的这个氧气呢 是比较充足的 而不是用口呼吸 OK 这个口呼吸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特体 翁医师应该会在下一两期 可能会跟你们看到这一块的东西 第二个东西就是口腔的一个习惯来说 另外一些东西就是晶云的一个菊卷 OK 有些病人他已经习惯了 习惯用左边 或者习惯用右边 那么其实只是用一边来吃东西 其实是不对的 OK 因为我们牙齿原本就是有左右上下都是一对一对的 所以我们应该尽量的左右两边都吃东西 如果说你的左边或者你的右边没有办法吃东西 那么必须得要找医师来看一看 为什么您没有办法用左边或者用右边来吃东西 OK 第一最常见的就是可能有一些切牙 OK 或者说有一些蛀牙在某个部分 造成说我就必须避免咬到这个部分 那么我就尽量吃另外一边 那是不对的 OK 我们必须把这个问题解决 而接下来我们才可以两边一起同样的进食 除了说我们吃两边可以把食物取决的比较好一些 OK 第二来说在于我们的食物呢 其实它不但是提供我们这些应该有的一个饮食 一个营养 它其实在我们口腔内 它同时扮演一个青道夫的一个工作 什么叫做青道夫呢 就是它在我们在咬嚼的时候 其实它是会在这个牙齿表面会有一些洗刷的一个功能 所以其实它可以把我们口腔内的一些污垢给清理掉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病人 他只是用右边吃东西的话 那么当他来找牙医师的时候 我们会告诉他说 你的左边几乎没有吃东西 因为你的左边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污垢 OK 会看到很多的牙齿会沉在另外一个位置 所以这样的话 当然第一只靠一边来吃东西 会造成如果说右边的话 就会造成右边的牙齿过于负担 如果右边的牙齿过于负担的话 它有一天就会罢工 它可能就没有办法好好地工作 可能牙齿被磨损 可能牙齿被咬得已经冲动 这个可能给你咬爆掉了 OK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可是在同时的时候 您的左边 对那个牙齿又开始有很多的污垢 因为你从来不咬来的部分 当它非常多的污垢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就会出现牙周病或者蛀牙的一个问题 所以你就左边给你咬坏 右边给你咬坏 左边它是自然因为肮脏而造成它的蛀牙问题 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说你一定要咬左右 两边一定要吃 这是还有一种呢 就是因为如果我们只是吃一遍的时候呢 我们不但只是影响我们的牙齿 我们同时会影响我们的咬合肌 就是说我们这一块的肌肉会变得比较发达 另外一边就会变得比较萎 这么时间一长久过后呢 你就会发现到 我这个脸部可能有一边比较大 一边比较小 如果再慢慢加时间再加长下去 因为长期的没有用另外一套 造成说你这一边的肌肉会变得没有这么样的发达 所以有一天当你已经装上了新的牙齿了 你可能会发现到 我还是不是很习惯咬 因为我这一边咬好像没有什么力 是因为我们的这另外一边的肌肉已经慢慢的萎 所以这个还好说 这个东西是可以慢慢再培养 所以需要一些时间慢慢再去给它咬合 不过必须得坚持说 一定要左右两边来用 接下来就是我们说到的就是口气运动 就是那天我们有稍微谈到的 我们要如何去按摩 然后我们要咬合要咬两边 我们的嘴唇可以怎么样的运动 这些都是可以帮助到我们 可以正确的用鼻子呼吸的一个习惯 因为我们的口腔的肌肉全部已经正确的发达的时候呢 我们的脸部就会变得更加的有精神 更加有利好这就是我刚才要跟大家说的这个为什么三餐是这么的重要 OK 如果我们用这个酸值 我们叫做BH值 OK 所以如果说这个BH值就是说要来量我们的口腔里面的酸液 OK 如果你从这边看 你发觉到其实在这个口腔如果在5.5左右的时候 如果在5.5以上 当然说在7是这个减性 这一个部分它虽然有稍微的一些些的酸性 可是这个tooth decay is unlikely 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猪牙是不大会出现的 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口腔的酸值是在5.5以上 那么其实你的牙齿其实是不容易会阻掉 OK 可是如果你看这个青线 这个红线 这个蓝线 不管是哪一个线都好 这些是不同糖分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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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 如果说你看当你一吃5分钟内 你有看到吗 您的这个酸值可以从7 直接就降到3.5左右 那是代表什么呢 这代表说你的牙齿 你现在把你的牙齿放到一个 容易会蛀牙的一个情况下 OK 所以它是需要一些时间 大概半个小时后 它才慢慢的回到 回升到这个5.5以上 也就是说我们吃完食物后 吃完后的半个小时内 我们的口腔通过我们的唾液 它才会慢慢的让这个我们的口腔的酸液 慢慢回升到5.5或更高 如果说 所以我们说在每一餐中间的时候 不要再吃东西 因为如果你每一次 你吃完 我们说早上9点吃东西 吃了过后 吃了到9点半了 吃完食物吃了9点半了 OK 不过它拿30分钟让你变得比较 没有这么酸液了 它10点 好吗 它就开始比较正常了 可是如果 你在10点15分 嘴巴痒痒了 我再去吃一点东西 它又必须得再 重新的再降落 又落到 就需要到10点45 它才慢慢回到健康的情况下 你可以想象吗 如果你在每一餐中间都不断的在吃一些东西 吃一些东西 吃一些东西 那么你的口腔可能长期都落在这一个部分 酸性的一个部分 如果你口腔是常常呆在这个酸性的那个部分的时候呢 那么很抱歉的 我告诉你 你的牙齿应该是常常都会有蛀牙的问题 OK 你可能会常常说 我常常都有刷牙 我也是好好的刷 不过你把你的牙齿放在一个非常不健康的一个环境底下 所以它要健康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希望大家了解说 为什么我说的只是吃三餐 不要在疫情间的时候和防疫的时候 不断在家里无所事事就拿一些东西来吃 哪一些东西来吃 再加上我们可能老爸老妈 那我们这个拖曳的一个排泄 可能会比正常的还来的低一些 所以这这个BH值呢 它主要会变得慢慢回升 是因为我们有我们的拖曳 也就是我们的口水 如果说老爸老妈 你发现到其实我的口水其实并不是很多 那么你可能要用的时间不只是30分钟 它可能拿更长的一些时间 OK所以我希望说大家对这一个这一块会更了解一下 那我就进入到这个第二部分 就是说所谓的专业护理 专业护理肯定的就是说有主要几个部分 一个就是预防的一个治疗 一个叫做修复的治疗 一个就是口气训练 口气训练也就是刚才我稍微提到的 好所以如果有这一个口气训练的一个必要的时候呢 那么可能需要到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牙克成熟 那么可能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如何训练你的口气 以便您可以拥有更有力的一个咀嚼 或者说免行或者呼吸的一个习惯 好 所以今天我在这我就会比较多谈一些预防治疗和这个修复治疗 在专业的预防治疗主要呢 我们有几个东西可以做 第一就是浮的一个治疗 浮的治疗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浮化物的一个治疗 我们可以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牙托 再把这一个这一个青色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浮 套在这个托上面 再由这个病人咬在这个口腔内 所以咬着的时候大概把这个牙齿 浸在浸在这个浮的这个胶里 这个浮的高度是比较高的 所以它浸在这个里面 它会帮助牙齿 如果说有轻微的一些小猪牙 它可以把它给修复回 OK 那如果说你的牙齿是会敏感的 浮也会慢慢的让它没有这么的敏感 OK 如果说您的口腔是 容易沾着一个这个污垢的 浮这一块东西 它也会减少你的牙齿 变得没有这么容易沾这个污垢 所以在这个浮呢 它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 在我们这个专业医疗方面 所以过程其实非常简单 就只是把这个GEL涂抹在这个Tray上 那么再找一个适合的Tray 这个病人就把它给咬着含着 大概是一到三分钟 那么治疗就完成了 所以是非常简单的 好 还有另外一类呢 就是叫做Varnish 所以它是另外一种的福 OK 它的形状是不一样而已 它的高度 浓度也是比较高的 所以它是一颗一颗涂在这个牙齿表面 就好像可能老妈还有在涂指甲油的话 那么它类似在涂指甲油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它涂在这个牙齿表面 那么如果你的牙齿 会有轻微的一些小蛛牙 它是有办法给修复的 而且它也会杀菌 也避免这个牙齿容易 就是会蛛牙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 不过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 相信大家我们听了几堂课 也有谈到这个牙齦治疗 OK 牙齦治疗一般来说 大家去到厕所 最常做的就是这个洗牙 大家洗牙就是用一个ultrasonic的一个仪器 把这个污垢给清理干净 一般的污垢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在牙缝中间 OK 还有第二就是在牙齦和牙齿的这个表面 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说 你刷牙必须得刷这个牙齦和牙齿的这个表面 这个表面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是乌垢常常要阻塞的一个地方 OK 还有为什么要用牙线清理牙缝中间 因为这也是乌垢喜欢残留的一个地方 所以只要乌垢喜欢残留的地方 它就会慢慢形成我们所谓的牙齿 当它已经成为牙齿的时候呢 其实老爸老妈是没有办法给它给清理掉的 就必须到专业牙医师去把这个污垢给清理掉 另外一个这一个治疗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用雷射 雷射 雷射治疗一般来说就是把这个能量注射到牙齦内 再把这个细菌给杀掉 同时会我们说 注射这个牙齦再生的一个状况 就是它帮助这个可能生病了的牙齦细胞 让它恢复这个抗体 那么再重新出发 OK 所以雷射治疗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常常告诉我的病人说 洗牙 这样的洗牙呢 就是好像比如说您冲凉一样 OK 你冲凉冲凉冲凉 是有办法把这些污垢给清理 OK 是有帮助的 让你的皮肤更加的滑 OK 可是它并没有办法让你的口 可能那个皮肤呢 或者说牙齿表面呢 是没有细菌的 OK 可是如果我们用雷射的话 那就不一样 雷射呢 就是杀菌的 如果可以的话 就到成熟的时候 可以做一个洗牙 洗完牙后 就是说我们冲完凉牙后 我们要用一些沐浴露来把它弄干净 好吗 而不是说我纯粹就洗个牙 那就算了 OK 洗牙后再用一些雷射 来让自己的牙龄更加的健康 这是第三方法 这个就是一些简单的一些牙龄小手术 比如说可能有一些牙污垢 牙齿藏在这个牙龄底下 我们可能需要用一个刮刀 再把它给慢慢给刮出来 OK 如果有必要的话 可能我们需要做一个手术 把这个牙龄给打开 推开这个牙龄 看到这些污垢 再把污垢给清理掉 OK 这个都是会在比较严重一个状况下去做 OK 这两个呢 如果可以养成一个习惯 那是最好的 就是定期的做一个洗牙 再用一个雷射来把它给清理干净 那是最棒的一个治疗 牙勾填风剂 OK 这个虽然说比较常做在这个小朋友的牙齿 表面上 可是在老爸老妈 如果你说你想要给牙齿 更加的健康 更加的保护的话 这个也是一种治疗 这个治疗是什么呢 这个治疗 如果大家张开嘴巴 如果嘴巴里面含有大牙的话 你会看到 其实你的牙齿表面是非常非常的不平衡的 就是非常多这种线条 OK 这种线条呢 有些人的牙齿呢 它这个线条是非常非常的深的 也就是说 您的牙刷的刷毛 其实是没有办法 洗刷干净这个深沟内的这个污沟 如果这样的情况 时间呆久了 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就会造成污沟 在这个深沟内呢 就会开始有蛀牙的一个问题了 所以要变得非常重要 在我们还没开始做这个治疗之前 我们必须给它洗干净 OK 洗干净后 再用一个牙勾填充器 把这个缝给填满了 所以当这个勾给填满了 后 你就变得这个勾就没有这么深了 所以刷毛就有办法给刷干净 所以当它有办法把整个牙齿表面 刷干净的话呢 那么您的牙齿就不容易会阻碍 OK 所以这个是牙勾填充器 当然如果老爸老妈有孙子孙女的话 那么这个治疗其实对他们也是非常适合 牙齿排列 很多老爸老妈会告诉我们说 或者说不好意思的说 我这个年纪了 这么大把年纪 应该不需要再绑牙 OK 其实我觉得这一个观念必须要纠正一下 因为其实在我城所内呢 其实有很多老爸老妈 都开始来做牙齿矫正 OK 为什么他需要做牙齿矫正 OK 肯定 第一是因为可能想要 让自己的生活品质变得更好 可以效的更加的有自信一下 所以他想把自己的牙齿排的整齐 好看 OK 这是第一个病人想要的 第二个为什么我说这个牙齿排列很重要呢 就是在做这个牙齿矫正呢 第一 因为很多老爸老妈可能之前拔了一些牙齿 而造成说他的牙齿其实已经开封了 所以当然牙齿开封的时候 就会造成说食物残杂比较容易会晒 OK 所以牙齿矫正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牙缝慢慢给推秘 就是给它回到原本应该有的一个状况 过后我们再做一些修复 可能再做一个假牙啦 或者做这个直牙啦 或者牙齿矫正把原本形状或者说那个size的那个位置给填补回来 而不是说因为牙齿开封了 所以有的封我们就想一个办法把它给盖掉去 那并不是一定是最好的方法 我们做回那个牙齿的时候 最好是做回原本应该有的牙齿的形状和那个大小 那么它对上下的咬合才会得到最佳的一个配合 现在的老爸老妈呢 可能因为觉得说 哎呀我这个年纪在做个铁片的牙齿可能很难看 很多人看到我可能很不好意思 不用担心 现在因为有一种叫做隐形牙套 它只是用一个牙套给靠在这个牙齿 一个系列的牙套 再把这些牙齿慢慢的利用一些高科技的一个方式 把它给排列整齐 OK 所以当它排列整齐了 牙齿就不容易阻塞 那个牙齿的污垢就不容易阻塞在这个牙齿表面 OK 你们吃东西可能咬合就会咬得比较好 所有应该要有的这个缝隙 我们给它给打回原本的空隙 那么再把这个正确的牙齿治疗再装在这个牙齿这个空隙上 OK 所以当然最后的就是说我们可以让老婆老妈一样的可以笑到很灿烂 很好看 所以这个是牙齿排列也是非常重要的 不要一直以为说 我这个年纪人不要去考虑这个牙齿排列只适合小孩子的一个问题 并不是 那我们现在就谈这个专业的修复治疗了 专业修复治疗来说呢 就是说当然如果有大家最了解的肯定是补牙了 OK 如果我们的牙齿有稍微的比较没有这么健康的时候呢 牙罐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 就做一个牙套 套在这个牙罐给套在这个牙齿表面 那么来保护这个牙齿让它不容易 不容易怎么讲 不容易裂掉或者说那个修补会比较难用 所以牙罐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 如果已经有切牙了 我们可以考虑用牙桥 就是左右两边修小 那么做一套牙齿给套上去 如果左右两边的牙齿都非常健康的话 那么可以考虑做一个纸牙 这叫纸牙 OK 这叫牙条 所以这些方法都可以 让你可以吃得更好 当然我们上一期有说到的假牙 OK 这比较给我们说比较经济能力比较容易负担一些 OK 不过我这边想要说的就是 非常重要的当你有不见牙时候 必须得要去给填补回来 不要说我这边左边还可以吃 右边少两颗无所谓 不要带着这种 侥幸的一个心态 觉得说暂时没有问题就不去理他 所有的问题它都可能是慢性的问题 所以不要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 健康从此开始 这是我常常会说的 还有一个东西 一个观念 在这边在这个疫情的时候 我也常常要顺便跟大家说 第一来说 我也有些病人 他会认为说 在这个疫情的时候 可能牙科诊所都没有开 所以其实这是不对的 很多牙科诊所 因为我们都是一些必须品 必须要的一个质量 所以很多诊所其实都已经开始营业了 第二来说 牙医疼疼疼疼疼疼疼 其实是其中一个蛮安全的一个地方 OK 怎么说呢 因为说 因为我们牙医呢 并不是因为这个新冠疫苗 COVID-19的时候 才开始有做这样的一个 预防的一个工作 因为我们在之前 可能你说的一些流感 或者甚至之前的一些 癌痴病 B型肝炎 我们都必须得做好 疑防 因为我们口腔的确是一个容易传染 病毒的一个地方 OK 所以我们牙医成所一路来都已经习惯了做准备 在这个疫防的一个情况下 所以虽然说这一次的这个疫情 影响大家都很多 OK 可是呢 我必须得告诉大家说 在这个疫情呢 其实我们牙医师呢 在之前 还没疫情前 我们都已经做好 所有应该要做的准备 好 所以大家 不要太过担心 记得说 哎呀 惨了 我要去 陈所了 那么哎呦 那边不懂 是不是有很多的疾病在那边 那么怎么办 好 所以因为我们每一个病人过后都会必须进行消毒 很多的东西都是一次性的用 就是说用了就丢了 针头是丢的 它的吸管是丢的 它的杯子是丢的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一次性用掉 所以 是蛮难选的 OK 所以不要太多的担心 如果说 这些老爸老妈 真的是要到诊所 自己非常担心的话 其中一个 刚才我们稍微提到的 从你的营养那边开始 如果可以的话 多吃一些维他命C 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健康 这也是对这个 预防是有帮助的 好不好 好 今天我们可能就谈到这里为止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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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